真香啊 是啊 免礼 来 如意啊 今儿的晚上 朕准备了你最爱吃的菜 这么多的菜 今儿也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啊 今儿是小年 这些日子啊 你协力六宫也特别辛苦 朕准备了这些菜 犒劳犒劳你 那臣妾多谢皇上了 臣妾一定把这一桌子在 全都吃了 今儿是小年 臣妾祝皇上安康顺随 福寿团年 来 如意 用膳吧 肉盒 好吃 男书 也没有 来 还去 便宜 按订 是 よし 水 先学我进来吧 皇上 魏常在求见 说草草草草到啊 让他进来吧 喳 皇上晚安 贤贵妃娘娘安 起来吧 你怎么来了 臣妾一早备了燕窝 知道皇上和贤贵妃正在用膳 所以特意奉上 你来得正好 朕打算封你为贵人 封号也都拟定好了 谢皇上隆恩 起来 皇上刚有一进封臣妾 臣妾备了心智的燕窝 用心巧的做法进献皇上 真算与皇上心意相通啊 兰崔 这是用绿豆制成的粉丝 臣妾一早用鸽蛋和金针胃了 再配了三两燕窝炖至胶上 还请皇上和贵妃尝个心弦 这三两燕窝所非不少啊 只要皇上喜欢 不怕弥妃什么的 可这东西用得贵用得足 反而显得配置不当 如意啊 你教一下魏长寨 这燕窝入膳该怎么做 魏长寨炖的燕窝细粉素白一碗 倒是仔细 燕窝也挑得干净 谢谢宴贵妃 只是这燕窝是华贵之物 素来以清汤慢炖为佳 杂以浑腥油腻为次 魏长寨这碗燕窝足足用了三两 还将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一起 贪多贪足反而施了其魏味了 贫妾受教了 臣妾厨艺不佳 让皇上和贵妃见孝了 朕燕窝 吾爱 你的心意正明白了 先下去吧 是 皇上 皇上恕罪 是臣妾不当心 毁坏了这白瓷香炉 这不是白瓷 这不是白瓷吗 臣妾不识 这是田白柚 罢了 下去吧 臣妾告退 这从前觉得他灵力可人 可如今 皇上是觉得 罢了 用膳吧 主的苦心皇上是知道的 是我自己没有见识 甜白又不识 连燕窝都做得粗俗 可不是自己没脸吗 还好 皇上没撤了 禁风贵人的旨意 也算是留了脸面了 兰翠 你仔细瞧瞧 我有没有变老 有没有变难看啊 主貌美如花 青春争盛呢 光美貌有什么用啊 主儿 那下面有什么打算吗 趁我还年轻 还青春正盛 贤贵非懂的 我就慢慢学着 终有一日 我一定会懂 而且 我要做得比他更好 主儿 你一定能行的 皇上 齐太医有要事求见 你会想想要 相邻 陈锦 你还得着 刚才是 这个人 你还得着 猪花呢 这才从冬暖阁出来 应该是吊在路上了 奴婢这就回去找找 你备水吧 我自己回去找 是 夜里路还要煮慢点 嗯 皇上 臣现在说起来 都觉得有些恐慌 前日中午 这魏常在身边的宫女春禅 找了一个臣的小徒弟 要按这个药包里的药 配置一份 臣的徒弟不敢拿主意 悄悄拿来给臣看了 谁知臣打开了药 仔细一看 发现这药 和皇上赐给书品的做胎药 是一模一样的 当时臣就觉得有些蹊跷 这是魏常在 从书品那偷弄去的 这魏常在一直享有身孕 所以他 既然这魏常在 这么想要这药 你就招阳配一份给他吧 这药啊 本就是朕 为防着书品是太后举荐的人 才不想让他轻易有孕 这药是你亲自调配的 总归于肾子无碍 这药性子温好 是不会有损身体的 嗯 那变化了 我说是吗 不会睡觉 像我睡觉 还是睡觉 还睡觉 说我睡觉 你好 conditions 我睡觉 你我睡觉 那就说个 chapter 你睡觉 都会睡觉 小心 如果你真心诚意对一个人 那个人却在算计你 面上又不让你看出来 你怕不怕 这在说什么呢 如果你知道一个人一直在被骗 可若对他说出真相 他又会伤心难过 你说不说 如果这个人被骗得很快活 但是知道真相之后 却伤心难过的话 还是不要说得比较好 是吧 主角说话没头没尾的 出什么事了吗 没有吗 没有吗